HELLO 各位聽眾 感謝你們今天收聽我們花園園集 開播第一集 今天真的是超級冷清的 因為今天鐵桿溫度是幾度 好像才0度了 0度喔 好 今天是第一集 然後呢我是今天主持人Micky老師 賣聲也賣意的鋼琴老師 然後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新竹最有名 但是我覺得他很神秘的一個家長 是給你的媽媽 來掌聲 好 所以只要有 就是可能你小孩子有比過古典鋼琴比賽 應該囉 聽過余余的名字嗎 因為他其實算是 比賽當中蠻耀眼的一個小孩子 還行 我先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帶我學會去比卓越杯的時候 然後你知道我學生喔 我學生 他的家長的妹妹就跟我說 老師老師你看那個小女孩穿的那個衣服 那個戰袍 戰袍 應該就是第一名的戰袍了吧 我說可能看衣服在就是選一次的 然後真的就是第一名就是你女的 謝謝謝謝 好所以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媽媽妳本身是學音樂的嘛對不對 然後妳是什麼樂器的 我自己本身主修是樹底管樂主的這樣 然後鋼琴妳彈得很棒這樣 還行 還行 然後我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自己在教鋼琴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常跟家長去 學生媽媽的理念說 家長好像成為這樣子的角色 然後才會幫助老師在上課的進度 其實很多時候是我們有一點 我知道家長們也愛摸了 她也覺得我也很想要陪小孩子練琴啊 我也希望小孩子能練越多越好 但是就是這麼忙的時間啊 那這就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是前面就很有效率這樣 那鋼琴媽媽我們現在介紹一下 就是鋼琴今天的一個 就是她的成就跟那個 她之前是八月盃第一名嗎 八月 八雀盃 八雀盃 八月盃 我打錯 八雀盃 八雀盃 對八雀盃第一名 就是在暑假 去年暑假的時候 然後卓越盃 卓越盃也是就是第一名 那是入選兩次卓越新秀 嗯嗯 然後點船獎 第四名 對 然後文化杯新竹文化杯 然後日本冰松 這是最新 對最近的一次比賽 放週末的比賽 然後不記得要賽部分 之前是去年嗎 去大阪 對對對 去大阪第一名這樣 應該算是前年 前年 對因為我們記得是2020年 對對前年 2018年 2019年的時候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從台灣 就是先入選城 就是 對先出賽 出賽之後 然後再就是從 對再進決賽去到大阪去這樣 是 其實重點不是說 雲雲今天多厲害 而是我們在一個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陪伴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最辛苦的 真的都是家長 那我覺得雲雲媽媽一定有 就是很多東西可以跟家長 各位也是學音樂的家長 分享一下 要怎麼樣成為一個 怎樣的角色 可以幫助小孩子在吸收力 以及在上課的效率 會變得更快 那 雲雲媽媽妳覺得 妳自己在 從選音樂過程當中 就是一直一路 選音樂過來 有幫助到 妳可以帶領雲去 達到更好的練習方式嗎 我覺得家長的部分 就是 我覺得陪練是非常重要 陪練 因為 尤其是學齡前 應該說可能 第一年級以前的小朋友 我覺得他們的 穩定度還不是這麼好 對 你說大概是幾歲之前 四歲之前嗎 嗯 我覺得以現在的小朋友來看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普遍都非常的忙 各種才藝 真的 所以我覺得 可能就是太多外來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 嗯 我剛才一開始是講說 我覺得是學齡前 可是我覺得 因為自己現在 我自己也在交情嘛 所以我現在會發現 如果真的要等到 穩定度比較好 可能都 可能要中 可能三四年級 三四年級之後 對對對 因為 然後我剛才提到說 陪練很重要 是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他們 的天性就是 喜歡玩 沒錯 對 他們人生的興趣就是玩 那對於小朋友來說 就是 坐在鋼琴前面 就是一直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錯了要再談 然後談了又再錯 錯了又要再談 一直就是不斷的反覆練習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是非常 就是 這牽涉到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 很少小朋友 喜歡做重複的事情 對沒錯 因為他們就是 對就覺得 為什麼我 別的小朋友 可能他的同才子 對 看到同才子 為什麼別人可以 不用做這件事情 對不用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 對我一直要做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我談錯了 我要重複 就是我要整把我談到好 為什麼不能彈錯 就彈錯就好了 就沒事 對而且我覺得 因為這個音樂的部分 非常難的是 就是像其他的才藝 譬如說像美術 舞蹈 我覺得這個 都是藝術領域 但是 舞蹈跟 就是 繪畫 美術是沒有 標準答案的 對 可是像彈琴就是 很有啊 對 你一開始 當你拿到樂譜的時候 你不能說 你看到第一線 我說 我覺得今天心情好 我覺得 他是瘦之類的 他是有標準答案的 所以我覺得 對小朋友來說 他們會覺得 好煩喔 就是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 我要一格 一間一線的去算那個音高 所以就很容易 就是我覺得在 藝術方面 音樂 美術 舞蹈 我覺得最容易被放棄的 就是音樂 對 就是有些小朋友大概 快的話 搞不好兩個月 一兩個月 就放棄了 對馬上就正忙了 是是是是 所以我說家長的角色 其實是非常重要 就是 一旦小孩子就是 開始真的進入課堂 開始學習的時候 我覺得家長的部分 我說要陪伴 要陪練 對 那有些家長會覺得說 欸 可是我 我不會 我不懂 可是我覺得 這個時候就可以跟上課老師 協調 我可不可以 不可以陪課 對 因為陪課的時候就是 小朋友在學 你也在學 是 你可以幫忙做筆記 尤其是針對就是可能 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那他們 也許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講的東西 他可能沒有辦法 馬上百分之百吸收 可是我們當父母的 我們在旁邊 陪著上課的時候 可以幫忙協助做筆記 這樣子 但是其實很多家長都會跟我說 欸我小孩子其實只是想要學 學好玩 學興趣的 為什麼家長的角色 要這麼的去在 就是他覺得說家長壓力有點太大 但其實我今天想要講 就是 你如果說家長把這個責任給攔下的話 對小孩子來說 他的學習是更快樂的 對 因為有一句話我覺得 就是我之前是看到一個 也是鋼琴老師他分享的 就是他的標題呢 他就寫說 你學一樣樂器啊 不是你有興趣才能學好 而是你學好了才會有興趣 欸 我覺得非常的經典這句話 這句話好好喔 非常 就是我當下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真的是心有棲棲焉 因為現在小孩子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他們太多選擇了 然後我可以 我要上畫畫 我要上游泳 然後我 對對我就是各種選擇 然後他們什麼都有興趣 然後為什麼最後那麼快容易 就很快就放棄 因為沒有堅持下去 對 所以剛才那句話我覺得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一樣 不管是什麼才藝 我覺得就是 你堅持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得到 小孩子如果可以從中得到成就感 他們就不容易放棄 真的真的真的 可是那個中間的那個過程 就是很多媽媽跟小孩 可能就在家裡會天人交戰 可能會因為戀情 然後就覺得 就是吵得不可開交 然後小孩子哭啊鬧啊 今天真的超開心的 要請到你 因為我真的覺得就是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都不想要 以量身定做 跟每個家長做我們的觀念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理念 都是要跟 針對每一個不同家長 跟不同的家庭來去 來去推廣的 但是今天就真的請到像你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太多太多 可以 沒有就是我自己也是 在陪戀情的過程 我自己也在學 就是自己也在學 就是自己也在學 因為其實像 雲雲她是從4歲開始學琴嘛 那剛開始她的練琴時間 就是我 因為那時候還是幼兒園 那 因為一開始可能鋪 就看著樂譜也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那時候我對她的那個 練琴的要求時間 就是其實沒有很長 但是我會要求她 就是每天一定要練 每天一定要練 就是至少每天就是15到20分鐘 就大概前面可能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就是這樣每天就是她放學回來 第一件事情 我去幼兒園接她會 對,要加她的第一件事情 她就是要先練琴 是 那我覺得這個小小的這個習慣呢 就是從時間 就是先不要這麼長 相對不要這麼長的 15到20 對 那她有這個習慣 對,沒錯 就是這個習慣的建立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對 因為這個她 人家都說 就是練琴 你要讓她 讓小孩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對啊 一旦她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吃飯一樣 你每天都要吃飯 那現在與你現在練琴 一個一天是練多久 她現在也是一樣 就是 因為現在取物相對比較難嘛 對 所以當然那個時間 當然就會比較拉長 那 我一樣 就是 我會 嗯 練琴的順序就是 應該說她回家之後 她要先午覺 先睡午覺 她要睡午覺的習慣 是 然後睡完午覺之後呢 起床之後 我就 就是精神狀態最好的時候 精神狀態最好的時候 我就會讓她先練琴 那練琴的時間 那就是 也是會 會跟她的當天 學校的作業 就是 的份量 對,我會去調整 但是就是 練琴這件事情 我會 就一般家長可能會覺得說 我先把 至少要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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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很多家長他們會說 我 嗯 回家先讓小孩子寫 寫作業 寫功課 可是我往往會發現就是 好像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 小孩子他們很容易 就都摸摸西摸摸 就是功課 學到功課其實沒有很多 可是就花了很多時間 耗在那個 寫功課的這個明目上面 是是是 所以後來就是 我都會讓琴就是 大部分的時間 除非他那天 整點功課量非常的多 對 對 不然就是他現在 練琴 我就是 跟學校功課的分配上面 我會是 以練琴 就是放在前面 喔 先練琴 然後再做功課這樣 嗯 那其實我們今天單元裡面 然後上面 那個觀眾也可以看到 下面有提出幾個問題 那這些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想要給家長提出來的問題 這樣 那我們就一個個慢慢的去 好 但是也不用 之後講到另外一個 可以慢慢的解過去 那 其實我 每次在接到一個小孩子的時候 家長會跟我說 老師我 我學生有一個很大 我查一個很大問題 然後說什麼 然後說 他練習的時候做補助 做補助 我想說補助 這不是你家的小孩子 要有這個問題 其實 很多小孩都有這個問題 那 就是當你自己 在做家長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說 要怎麼樣可以去 幫這小孩子 幫他做主 因為很多時候 小孩子可能談了一次 就說 媽媽我想要喝水 媽媽我想要上廁所 那如果是這樣子 就是 小朋友 如果假設今天 媽媽已經發現小孩 可能就是 在練習的過程 他沒有辦法非常專注 可能就像老師講 可能練個兩次 一兩次 他就開始想要 可能 就已經分神 對 那我覺得像 喝水 上廁所 這些事情 就要在 我會強迫 他在練習之前 就是一個儀式感 你要先完成 因為你已經 對 你該喝的水喝 難怪我現在練習之前 我就先想喝 喝水跟上廁所 對 原來是我媽 早就已經先幫我 先練習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每次都覺得 我上廁所 我練習之前 我就很想要上廁所 對啊 那你如果先把這些 雜事先做完之後 做完你口渴 雜事先做完之後 我覺得就比較容易 就是你比較 小孩比較 沒有辦法找藉口 就是說 現在 我又要幹嘛了 我又要幹嘛了 是是是 對 因為之前 雲雲也是會這樣子 就剛開始他學習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 就比較小的時候 也是會 可能就練一練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好 那你上廁所 可是後來發現 怎麼每次要練習 就要上廁所 對 然後而且去上廁所 可能就 可能剛開始 對 一分鐘然後譬如兩分鐘 三分鐘還回來這樣 所以我都會叫家長寫說 你們一定要記下每天小孩子 練琴的幾點到幾點 後來家長都跟我後面 括號說 大號花了二十分鐘 然後我就會想說 肚子很痛 怎麼二十分鐘的大號世界 對 所以其實就是 對 這些習慣就是 其實在平常練琴的時候 你就慢慢 就是你發現小孩子 他好像 對 在練琴的時候 就是要上廁所 就是要喝水 對 你就先把水 對 先喝好 對 該上的大號小號趕快先解決 那語音會不會說 除了上廁所喝了水 這以外之後 還有什麼有什麼其他的慾望 就譬如說 一開始的時候 最一開始的時候 他在學琴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次就是 印象很深刻 那一次我非常的生氣 非常 請說 對 就是有一天 我記得是禮拜一的晚上 對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交情嘛 那我 其實平常可以陪他練琴的時間 其實要 就是很完整的練琴時間 是很少的 對 因為我可能就是在他 放學之後 就是我也開始準備要上課了 對 那有一天 禮拜一的晚上 八點 我記得我的學生就請假 請假 然後那時候 那個媽媽也是臨時 就是賴我說 欸老師今天就是 他可能學校功課太多 然後沒有辦法來上課 然後當下我看到那個訊息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太開心了 我終於有很完整的時間 對 我可以好好陪他練了 那時候他 五歲 五歲多吧 對 就大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陪他練喔 然後我記得我那天還沒有吃晚餐 是 然後就是沒有吃晚餐 你老師也知道 就是 雪上很低嘛 對 然後已經對著大家 就已經心上 然後手都在抖了 對 然後呢 雲雲那時候 他也是在彈 然後彈彈彈 可能沒有五次吧 我可能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沒有做好 所以我就叫他再彈 結果呢 他這時候就是 嘆了一口氣 他就這樣 唉 這樣 我真的大爆炸 我就說 我就告訴他 我就說你現在坐在這邊彈琴啊 如果這麼辛苦的話 我說你從現在這一秒 這一刻 你不要碰我的琴了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態度不對 對 因為我說你知道媽媽就是在這裡陪你練琴啊 我說 我不是應該的 是 就是我就是想要機會教育他 就是你要有一個感恩的心 我不是應該陪你在這邊練 然後呢 馬上打哭 我說 我說你 不要哭 我說因為機會不是就是 我 每個人就是都應該要給 就是你說對不起 我就要給你機會 我說沒有這件事情 他就打哭喔 然後哭哭哭 然後那時候就是哭到 其實那天就練習大概只有練15到20分鐘 他就開始打哭了 這是一個機會教育 對 就是機會教育的點 對 然後他就開始哭了 然後哭哭哭到9點 然後我們要準備要回家 我說好你不要哭了 因為那天我還騎摩托車 然後我要載他 我說你不要哭了 然後他就 他就也很四向 當下他就收起他的眼淚 但是你會感覺到他 就是停紅綠燈的時候 他就一直就是回過頭 一直問我說 媽媽那我可不可以再學情 我可以再繼續學情嗎 我都不回答他 因為我就是還沒有聽到我想要聽到的答案 然後呢我們就一路 他一邊講一邊問 然後又想要哭 我說你不要你聽喔 你不要哭 後來回到家之後呢 就是一進我們家玄關 他看我都沒有回答他 所以他就是更緊張了嘛 因為一般可能就是他在 就是在撒嬌 在撒嬌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說 好那你下次不要再這樣子了 可是那一天我就覺得 他真的態度不OK 然後所以我覺得 他只是探了一口氣 都不行欸 很不行 很不可以 我就跟我說都不要練 都不要練 都沒有機會 你沒有機會 這個社會不是說你今天有機會 說你高興就有機會 對對對 人家就已經要原諒你 沒有這件事情 對然後後來回到家之後 他就是一樣 就是他就是很 眼神 就是充滿了 就是有點 算敬畏 對然後又有點害怕 因為他 他就還沒得到媽媽的答案 他到底可不可以再繼續練習 然後後來 一進玄關 他就說 媽媽你還沒有回答我 我到底可不可以繼續學習 然後我就說 你現在不要講話 我們上去洗澡 我就還是不回答他 就後來到了那個 樓上開始準備 就是要灌洗的時候 他又情緒一翻 那意思又起來 又開始又要哭了 因為我就是還沒有回答他 我就說 那你告訴我 我非常就是眼神很 很嚴厲的 告訴我 我說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還要學習 然後呢 這時候他就一把鼻子 馬上眼淚就下來 就說 因為我覺得 學高興很有成就感 他就這樣回答我 那時候他才五歲多 所以當下我就覺得 好我聽到 你知道 我知道你要 你也知道 因為我知道他 自己知道自己要什麼了 所以我當下我就說 好 可是我說 我不希望你以後 再有這樣的態度 不好意思 我今天起來一個 高輝格的家長 很兇 其實我就是真的很要求他的態度 那當然也不是說 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很嚴厲的對待他 那當他其實就是戀情的時候 他很在狀況內的時候 我也會 給他回饋 可能就是給他一個很大的擁抱 對之類的 像我跟他 跟芸芸其實我們兩個就是 就是我們母女之間有一個暗號 而這次就是也是在這個 還原記號第一次公開 就是連他爸爸都不知道 就是當他就是表現得很好的時候 尤其是有時候在比賽的場合 就是我覺得 欸他今天 真的很棒 不錯 可是我們又不能就是 讓大家知道 對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就是 很驕傲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會 我會希望就是當下給我的女兒一個 可能性 就是比一個讚嗎 我們就是會 來老師你可以借我的手 就是我會握著他的手 然後我握他三下 一二三 代表我愛你 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回 捏我下二三 對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把 那個手上的我愛你 然後放在嘴巴裡面 就這樣 這樣子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幼稚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對芸芸來說 就是他覺得就是 在情方裡面 他是非常敬畏我的 但是出了情方之後 他知道我是一個 非常愛他的媽媽 這個角色真的 要抓得很好 對就是 有時候 對啊小孩子就是 嗯 我覺得 賞罰分明啦 對 就是你要恩威並私 這樣 因為其實很多小孩子 他們在戀情的時候 就做不出說 我最討厭戀情人 最討厭戀情人 最不喜歡就是戀情人 可是其他人知道 他們自己還是喜歡戀情人 就只是想要講爽 講過家長 那這時候怎麼辦 如果雲雲電跟你說 我最討厭戀情人 其實我覺得如果 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在雲雲身上 目前為止是沒有看到 他沒有說過他不要戀情 他會很害怕他沒有辦法繼續戀情 他現在 因為我覺得因為就是 我覺得他已經從中得到成就感 我覺得其實 戀情 就是不只是戀情啊 就是其他 就是小朋友 比如說如果踢足球也好 是 繪畫也好 就是如果 我覺得當家長的角度 我覺得說 要去發掘小孩子的強項 不一定是要戀情 就一旦你發現 你的小孩可能在這個方面 有這個專長 你就要去 在後面就是要支持他 然後push他 然後讓他有成就感之後 這個小孩 我覺得他就很 就是興趣這東西 真的不是說你今天 就是我覺得興趣是來自於 你真的是喜歡 然後真的有點成就感 對 他才可以繼續進行 不然 哪有人會 很少人就是 這麼小小孩子會為了興趣 然後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對啊 沒有小孩子覺得 哇天啊 練情太幸福了 太快樂 其實這個是很血淋淋的一件事情 就是練情這件事情 如果假設真的就是你要練到一個 看起來可以看的樣子 那是非常痛苦的 對 所以其實就是如果站在 就是我自己在教學的角度來看 如果家長來問課程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說 哇 學生好好玩喔 快來快來 沒有就是非常不好玩的 我覺得就是 就是也是要看家長啦 就是家長如果今天他覺得說 他真的 他的孩子他就是要讓他走快樂學習 那 那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 對 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也許小孩子貪著貪著 他覺得欸 我好像可以耶 我就談得很開心 是 這樣子也是很OK 好 那很多家長還有問就是 因為就是想要糾正小孩子的知識問題 然後最後都會以吵架跟悲劇收場怎麼辦 那你因為想要 因為糾正於你的狀態 然後有沒有 就是 就真的是不換而散 因為我先提出一點就是 我之前有家長也是在我這邊調整姿勢 然後媽媽就覺得說 受到分嗎 受到分嗎 對 因為想要很多小孩子在別的地方學完之後 都點得很誇張 就是已經很塌 然後前面都扁住 然後但是我這邊我就是堅持 就算再多難 我會先給他們一個指定矯正器 矯正器在矯正的過程上 然後找到發力房間 也只好再去鋼琴上面 好那媽媽就覺得說 把這個很重要 然後練習的時候都要去鋼琴上這樣 可是他們竟然就是吵到 媽媽把小孩子趕出家裡面 趕出家門去發展 好激烈 小小孩子才5歲而已喔 那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就是表示這個媽媽是一個 對孩子有要求的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她 就是這個媽媽 我覺得這小孩子會成功 其實你知道很可惜 是因為這個媽媽 她快來跟我說她不太敢就正 因為她覺得說 好好想一想 因為她爸爸就覺得說 小孩子學個鋼琴而已 幹嘛要這樣 就讓她快樂學習就好了 就是有時候 爸爸跟媽媽的那個立場不一樣 媽媽覺得說 老師不錯 學費也有一點點高 那我們家長再推動一下 就會讓整件事情完美收場 可是爸爸都覺得說 會心疼小孩子 會心疼 對 這個我覺得就是父母之間 就是也要自己 標準 就是也要溝通 譬如說像妳對 對於云這麼嚴格 高標準 那爸爸有沒有覺得說 會喔 爸爸之前會 就是爸爸都會覺得說 不要給她這麼大的壓力 但是我覺得 於云就是她 因為一直 她也習慣了這個模式 然後因為其實 這一句話 就是不要給小孩子太大壓力 這一句話 就是其實在上上禮拜有發生 就是又來了 因為她的 雲雲的阿公阿嬤 就是很久沒有看到她 因為我們週末都很忙 忙比賽 然後忙練習 然後很久沒有回 回去看阿公阿嬤 那阿公阿嬤 我小孩子是每個禮拜 去高雄看阿公阿嬤 喔真的喔 昨天堂 然後妳知道回來說 還故意跟媽媽說 已經回到新竹囉 媽媽我忘記帶新婦回來了 是故意的吧 是故意的 我想說 哇這小孩子是人才耶 對 所以反正上上禮拜 那個阿公阿嬤 從高雄就來看雲雲了 然後呢 那一天 因為是禮拜六 阿公阿嬤上來 然後他們是十點半的高鐵 就是到高鐵這樣 然後他們要去接 那那天 禮拜六早上我是十點的課 所以爸爸就一起載我和雲雲 就一起出門 爸爸先把我載到教室 對 這一下就是雲雲跟爸爸 對阿公阿嬤 天輪之熱的時間 但是 對對對 那在之前 就是我們要出門之前 我就先交代雲雲說 你今天的行程 是 要怎麼拍 我就說 因為阿公阿嬤來 男的來嘛 那你就陪阿公阿嬤 但是 就是在開心之前 你還是要 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做 對 我就跟他說 你等他從那個高鐵站 把阿嬤接回來的時候呢 你回到家 你要先寫評量 對 因為接下來馬上就要期末考了 是 對 然後我就說那你要先寫評量 那我就是 我都會先把他的 像他作業的部分 我會先把他評量 就是 就是該寫哪一些 哪幾回合 我會先就是用標籤把它貼好 是 然後呢我說那 你寫完的時間 媽媽估算大概就是12點 好 那12點那 就像老師講的 要用餐了嘛 要出去吃飯 我說那 你就出去吃飯 那吃飯回來的時候 大概我就是抓 預估是2點的時間 我就說那2點回到家 你就要先練琴 欸他們他們吃飯是抓2個小時 我就因為他們從那個 我們家住比較多 我們是住在那個 新豐 新豐 對那他們就那天吃飯 是跑到新竹市 就是這新竹市 那車程大概就要半個小時 那我就說那你就抓2個小時 因為我正想說 那小時會不會太短 對 我知道老師的點 所以我就說那2點 但是後來呢 那天他們出門吃飯的時間 就是其實就沒有 沒有就12點 就接近快1點的時候才出門 哇 所以呢 這時候語明就是非常的 忐忑不安 他整個心就是 一顆心懸在那裡 就是覺得 媽媽說2點要練琴 怎麼辦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今天給我練琴 哈哈哈 對 因為就是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從小到大 建立的習慣 那當然跟他個性 也有關係 那反正那一天 對 他那天吃那頓飯 就是吃得非常的沒有安全感 就是 哈哈哈 就是吃真的 因為他後來1點多的時候 就是打電話 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他說媽媽 那個我們今天出門 他說我們12點多才出門 然後我們現在才 那個準備開始要吃飯 他說我2點會來不及練琴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我說那你就等下吃完飯的時候 回家之後 你再自己抓時間 嗯 然後於是他們就開始吃了嘛 然後吃吃吃吃到差不多快2點10分 那你已經超過2點了 對 2點10分 他爸爸呢 又沒有帶他回家 就把他 因為阿公阿嬤來嘛 對 就想說那天天氣又很好 想說帶他出去走一走 然後就到公園 就是四區那個 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然後去那邊就是 去走一走 晃晃晃晃太陽這樣 對 然後這時候我又接到雨嬤的電話了 媽媽 爸爸我一直叫爸爸帶我回家 可是他都不帶我回家 我要回家 練琴 呵呵呵呵 然後這時候我呢 然後不要整個小孩子比較不一樣 不好意思 呵呵呵 但是然後 但是當下其實 就是站在媽媽的 就是 的立場 我聽到他這樣子講啊 其實我當下其實才是很欣慰的 因為我會覺得說他真的就是 他有責任感人 他現在開始 會開始自律 自己知道說 喔我什麼時間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 站在阿公阿嬤的角度就不一樣 還有爸爸 他們就說 我們男的來唱演 然後你來教他練琴 是沒有別的時間可以練是不是 對 對 然後呢 阿公阿嬤這時候 就會說 喔 婆婆 阿嬤阿嬤就說 怎麼看他在外面玩 你在外面玩欸 就是現在就是我們都來了 然後外面就是大家那個 公園裡面的小孩子就是 跑跳 那麼開心 然後就只有一個人愁眉苦臉的 在那邊一直說 爸爸你怎麼不帶我回家 然後我要回家練琴 所以我的婆婆當下看到 筠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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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情前提是 媽媽也同意 因為你今天下午 你要去公園玩 沒關係 對啊 今天是特殊狀況 你就去玩 對 那我們練琴十年之後再補回來就可以 對 我就是這樣跟他講 我就說那你就是現在就先玩沒關係 我說可是 等一下回家你就要自己抓事件 我說你要自己抓事件 你就要大概抓兩個小時 你要再練琴這樣子 然後 我都已經這樣子跟他講了 但是他還是放不下線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沒有 大概10分鐘他們就回 就打到回覆 他們就回去了 那大概4點的時候 就是語語的爸爸就打電話來 然後就跟我說 說阿嬤在說 是不是給他壓力太大這樣子 那我覺得 我覺得阿公 就是長輩他們心疼是 就是很理所當然 因為當然就是他們很久沒有看到 那爸爸也是 爸爸也是會覺得就是說 他這樣子好像很辛苦 可是後來就是 就是我會跟語語爸爸溝通 就是我會跟他說 其實你不能要小孩子有進步 對 可是你就放牛吃草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語語那天就是他 非常的 他 他也很可愛 對 因為那天阿嬤就是 上禮拜他比那個日本人的兵手 對 然後 對然後後來阿嬤就是 也有打電話來關心一下 就是他比賽的曾經 對這樣子 然後後來 我就是有開玩笑的就是 因為我就是開闊 我手機闊也 我就跟我婆婆跟語語阿嬤說 我說就是這次成績也不錯 然後我說 我說其實媽媽 我就跟我婆婆說 你不要擔心 我說因為 其實他的狀況 我都有在看 如果今天他已經是很 緊繃的 對很緊繃 我就會讓他鬆一點 但是他如果今天 那個八條鬆了 我就要上進一點 我說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當父母 我們跟他生活在一起 我們最了解他嘛 嗯嗯 所以後來 語音這時候就在電話裡面 就是透過那個 擴音就跟阿嬤講說 阿嬤 你不要擔心啦 他說沒有壓力 是不會進步的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婆婆就笑了 阿嬤就笑了 就說好 這樣阿嬤知道 我婆婆其實也是很開明啦 就是他就說 好他這樣知道 他以後就不會再講這種話 所以我覺得 剛才老師有提到說 在家裡就是 爸爸媽媽就是 我覺得 對標準要一致 我覺得通常 以前的觀念 我們會說 家裡一定要有一個黑臉 一個白臉 可是其實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 教小孩的時候 就是 的原則就是 要黑就要一起黑 我覺得還有一件很重要 因為又回到阿嬤身上 阿嬤那天 這個在我們家 就是他後來 我後來下課了嘛 我回去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大概 四點半 接近 四點半左右 我回家就是 就真的就是 因為我們琴房 就是在那個一樓 所以那時候 我回家的時候 那時候就真的在練琴 然後後來我就回去 那時候還阿公 就是坐在旁邊 陪著 看著他練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回到家的時候 就換我接手 然後我陪他練 然後呢 我就當然就是 我覺得就在 小孩子面前 就是不要有 就是當父母的 不要有偶包 我說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假設你今天 陪他練琴的時候 就是在沒有旁 其他人 對 在的時候 你如果 他這裡彈不好 你是用 100分的那個 爆炸的力度 在罵他的話 那即便今天有旁邊 有阿公阿嬤在 你就是還是用 100分的力度去梳理他 是 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那天就是 我回到家陪他電的時候 就是還是有就是 電給他嘛 然後我回到電力 就是我不會減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減了之後 我覺得小孩子會混淆 我覺得這超級重要 就是他們會 就是不要因為 人或事物的改變 然後你就去改變你的原則 所以就是阿嬤 但是因為阿嬤就是也知道 就是他 我陪他練的狀態就是會這樣 所以阿嬤 我覺得阿嬤也就是 也非常的在狀況內 他就是 只是敢遠觀 而不敢 就是他不會就是 進來就是干涉 所以阿嬤 其實阿嬤自己知道 對他也知道 而且其實他就是我在 就是 處理你這樣子 處理 對對對在處理他 對他也不會就是進來 可是有些家長 他會反倒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因為 練習這件事情 而把 就是整個氣氛弄得很 可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神教 真的就是 就是譬如說在教育部分 你真的就沒辦法 如果說你今天 真的是別的東西 那你不用平時在那邊 熊來熊去吧 但是我覺得在教育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 每個父母他們自己心裡 沒有一巴士嘛 那像他就是 雲雲的部分 我是 戀情很嚴格 他的課業我也非常的嚴格 我不是我剛好 我之前有剛好分享過 他有一次數學考92分 然後我爆炸 92分爆炸 對有一次 那他有以後都考72分 你就是 可是我覺得 他現在 他現在就是 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他不可能讓自己考到72分 就不可能有70分的這個標準 嗯嗯 那90分爆炸 他是原因是因為 原因就是 因為他考數學 然後呢 我就是提醒他說 因為他 他在複習的過程 我都是陪 我也都陪著他一起復習 是 對然後我因為 那是一年級的時候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第一次從 剛從幼兒原生上 那個 國小嘛 那也沒有考試的經驗 所以我都會陪著他 那 我就跟他說 那你考數學的時候 你考完 題目寫完之後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 研算 對你要研算 對那他那一天考92分回來 就是因為 我就 我只問了他一句話 我就說 我先問他 我問他兩個問題啊 我問他說 那現在這個錯的你懂了嗎 他說懂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 我就問他說 那你已經 你寫完的時候 你有沒有檢查 然後他就說 沒有 然後我就 砰 他很誠實欸 因為我們家是 不會說謊的 不能說謊 因為說謊會很難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 我要是知道馬上會爆炸 然後我覺得說 就是 可能會猶豫一下 到底該不該回答 正確的答案 因為他知道就是 對 我 我們都是很 就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就是只有在情房的時候 我很嚴格嘛 可是我都出了情房 我真的就是像朋友 對對對 他什麼話都會跟我 所以那天他跟你說沒有的時候 你只能放 你就直接就是 我就跟他說 我說為什麼 那你就是沒有辦法的話 幫他欣賞啊 我就說那你今天考92分 那現在題目還這麼簡單呢 你考92分 應該不只有語氣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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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反正我那天就是非常的生氣 然後但是那一次 氣完之後呢 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墊小孩啊 墊小孩 應該說對 墊小孩我覺得這詞 處理小孩 對 處理小孩的時候 我覺得 你就是要讓他會痛 就是你要 心痛 就是你要讓他知道 這事情的嚴重性 哦 是是是 就是因為我像我之前 我家長就會分享說 我就是像老師剛才講的 為什麼很會摸 很會摸 然後呢 家長練習就是又哭又鬧的這樣 對對 然後我就說那媽媽 你的就是 一定會有軟的時候 有硬的時候 就是比較嚴格的時候 那我就問那個媽媽說 我說媽媽那你 你嚴格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去處理這樣子 他就說 我就叫他去罰站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媽媽 那罰站的時間是多久 他說十分鐘 然後我剛才聽到說 如果是語言的話 我就 我可能就叫他站兩個小時 我是說真的 阿阿阿阿 有時間站兩個小時 邊站邊練 不要欸 就是我是覺得就是 就是他們 因為其實很多家長是這樣子 他頂多就是罵兩句 或是說 等一下爸爸回來 我叫爸爸來處理 但是爸爸可能又工作回來 比較晚 又忘了 對對對 直接想就這樣帶過 對啊 所以就是小孩子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 就會 不怕 對不怕 然後而且會變成耳邊風吧 就是 就是如果他沒有痛到的話 對啊 所以我那一次爆炸的時候 我說 因為後來他的每一張條捲 真的 他就是 題號上面 他都會打一個勾 然後就是 代表驗傷 對他代表他檢查過 就是國語的部分 也是要檢查過 對對對 就是這個就是 那我看到他已經有這個習慣養成之後 我當然就不會就是 他現在考95 我也不會說 你怎麼考95 太生氣了 不會啊 因為我知道他已經就是 有這個 那個檢查的這個習慣 那樣子 我覺得這個習慣養成起來之後 做什麼事情 以後不管是不是 學歷的部分都很重要 對啊 好 那我們其實我們六個問題 就討論完 然後剛才其實在開錄之前 我有問於媽媽就是說 其實小孩子是 就是 在興趣培養上面 是怎麼樣去 一直走到下去討論 然後我覺得媽媽剛剛講 你說你剛剛有看到一個文章 上面講到 就可以當今天結束的slogan slogan就是 學任何樂器呢 不是有興趣 才會學好 是學好了 才有興趣 超重要 對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真的很貼切 你學好代表說 你真的就有一個完善的道路 讓你這條興趣的道路 可以走得更長 而且你就可以 比較容易 限制的下去 真的真的真的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余蓉啊 到現場來幫我們 跟我們錄這個podcast 然後我們今天第一集 圓滿結束 來談飛一下 好 來 那如果觀眾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們 然後也可以收聽我們的 YouTube 也收聽我們的podcast 然後有 今天很感謝 風角的兩位攝影師 然後還有錄音師 來幫我們錄這一集 那我們期待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